你先把规则说 裁判长 好的 那刚才刘国梁指导也聊到了 先让大家以及我们的所有队员 先了解一下第二阶段的这个抽签的规则 那这里呢 我们也要有请出 本次地表最强12人的裁判长 一起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第二阶段抽签的规则 掌声有请我们的裁判长 现在宣布 直通比赛第二阶段抽签的方法 根据刘国梁总教练要求 直通第二阶段抽签 根据第一阶段比赛的成绩 排序进行 第一阶段比赛的男女第一名 获得直升名额 不再参加第二阶段的比赛 第二名升位一号顺序 第三名为二号 依次累推 男子因为张继科因病退赛 增加上昆为十一号 周凯为十二号 女子增加车小夕为十二号 男女一共各位十二个选手 第二阶段 十二人分成三组 每一组四人进行单淘汰赛 抽签采用分组分批进行 十二人分四批 每一批三人 同批不同组 顺序由后向前倒排 即第一批 十字十二号 第二批 七字九号 第三批 四字六号 第四批 一字三号 第一批 十字十二号 直接进入一座二号 二座二号 和三座二号 第二批 七八九号 分别进入 各组的三号位 七号 优先选择 八号再选择 九号 剩余的位置 仅四号 第三批 四五六号 分别进入 各组的四号位 四号 优先选择 五号 再选择 六号 进入 剩余的四号位 第四批 一二三号 分别进入 各组的一号位 一号 优先选择 二号 再选择 三号 进入 剩余的一个 一号位 抽签 分组完成后 各组 第一轮 一对二 三对四 胜者 进入下一轮 决出 各组第一名 进入第三阶段的比赛 抽签方法 宣布完毕 好 感谢我们的裁判长 第二阶段 抽签之前 宣布一个决定 因为张继科 因为脚伤的原因 经过了几天努力 而且他自己非常 想参赛 非常想征战 但是为了他的身体健康 和今后长期发展 他也做出了 他该做的努力 在这里 大家也用最热烈的欢呼声 来祝福他 希望他早日康复 那首先呢 还是先邀请我们不用参加 这次抽签仪式的球员 先回到后面的休息区落座 然后刘伯良知道 您看咱们是先给球员们 一点想的时间 还是直接进入抽签 这样咱们按通俗的来讲 这个车小西 车小西在哪个位置 车小西 车小西 C组的2号 C2 顾与亭 B组的2号 顾与亭 B组2号 舞阳 A组2号 下面 李嘉义 选择 ABC组的3号 你可以选对手 是谁了 在这儿 是C组的3号 刘伯良知道 给个建议吗 在这一号 知道规则吗 你可以选择 跟谁一组 这三个人 第二轮 第二轮里边 第一个是吧 第一个 好 你想跟他们 三个人谁一组 你觉得他们三个人 谁追着 你就放哪 这紧张了 都拿到了 我第一个打的 不是他们 是这个人 但是万一暴冷呢 谁赢了之后 你就有机会了 好 好 C组3号 王曼玉 在一二组选择 选择 选择的B组 很有针对性 圆雪椒 顾一平 他就冲你来 一组3号 刘伯良知道 你看下面 直接对着 选择 四号位 一二三组 四号位 他们很聪明 只需要讲一遍 他们就懂了 应该是想好了 好 木子选择 是一组四号 朱玉玲 在二三组 四号 做出选择 朱玉玲 选择 三组 四号 陈可 进入 二组 四号 好 后面这三个人 就非常关键了 他们既可以选择 第一场的对手 同时又可以选择 自己想要的主别 和第二场的对手 丁宁 优先选择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组 一号 首先是丁宁 先选择对手 丁宁选哪一组 你们觉得 A组 他们让你选第二组 丁宁 你就数我一场 选A组 你的意思 我要跟你再战一次 我接受你挑战 选A组 咱俩把比赛 留到最后吧 我怕我活不到那会儿 我这不是给你个激励吗 你选谁 你可就得罪 选择了B组 你们比丁宁还懂球啊 丁宁选择了B组的一号 陈梦 选择 选择 A组和C组一号 好不好选 不太好选 不太好选 你可以放弃 让别人选你 是吧 你可以跟木子换 陈梦选择了 A组的一号 这是你想要的 风亚蓝 进入三组的一号 女子第二阶段 筹签完毕 可以 请女队可以在后边坐一下 休息一下 该男队到第一排来了 那后面的就是男子组的抽签仪式了 规则跟刚才的女子组是完全一样的 周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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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C组的二号 C二 尚坤 进入B组的二号 尚坤 早就准备越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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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周凯 你不选谁啊 周凯 我估计啊 我林高远跟许欣都有可能选我 如果林高远选我的话 我就对林高远 如果林高远不选的话 我只能对许欣 你怕谁 我觉得 许新更别扭一点 你最喜欢谁 他们杀的话 我选林高远 他说的话是真话吗 不一定 好吧 第二轮 上场 下面 从789号 徐晨浩 在ABC组的 3号 做取选择 离方博那么远 你都往方博上 在B组和C组的 3号 做选择 刘亭硕 C组的3号 到了 下边 抽 456号 梁静坤 在ABC组 4号 首先选择 好选吗 还行 已经准备好了 想选谁 徐晨浩 想选徐晨浩 那我要南位 南位你让你选延安行不行 行 真行假行 听你的听我的 听我的 还是这次听你的 听你的听你的 逗逗你 徐晨浩 你想选谁选谁 我这是考验考验 梁静坤 选择了B组 A组的4号 周启豪 在B组和C组的4号 做出选择 说明他还是有点怕你 倒是尊重你是吧 有 走起号 马上有人 想选B组4号 周启 进入C组4号 周启这组留得不错 还可以 但我故意 马龙应该再是一个 你觉得马龙要选到这组是吧 本来是幸运小组 一旦马龙来了之后呢 就成死亡之主了 是吧 好吧 龙队 下面抽1-3号 由马龙在ABC组 首先准备了 早就瞄准了 是不是早就瞄准了 没有 我之前不知道他们选哪个 我看完了 我再选一下 对 你现在再看一看 然后你再算一算 算一算 他们的生辰八字 属性 哪个跟你合 马龙选择了C组的1号 队长这么直接 下面由林高远 在ABC组做取选择 我觉得我跟方波这场球已经打过了 所以说没意思了 想换个对手 换一个有挑战性的 你觉得方波没挑战性 对 哎呀 对 羞辱方博就在靠你 好吧 方博支持而后勇 你俩争取决赛见 我等着你啊 10号见啊 林高原选择了B组的一号 许昕直接进入A组一号 男子组抽签完毕 好了 那么随着 随着刚才许昕的落在A组 那么男子组的抽签也就到此结束了 那感谢我们最优秀的运动员 请您稍事休息一下 最后祝大家 明天 三八女人节快乐 好 我们提前退场 好了 在明天的场馆 将会进行清洁和调整 三月九号 第二阶段比赛正式开始